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笑奈何 本服第一高手 一笑奈何 大神偶像 有钱人哪 一笑奈何兄 你叫我 你觉得这场宴会怎么样 难道大神也是来八卦的 很盛大 那你想不想来一场更盛大的侠侣宴会 跟我结成侠侣 你被盗号了吗 你有没有看过官网的最新消息 关于侠侣PK的 所以你是为了PK大赛才找到我的 是的 为什么选我 你是唯一上PK榜前十的女玩家 这位奈何新手可是很强的 PVP榜第一 如果和他联手的话 本服的第一 起码有一半的把握 我第一次找侠侣是为了任务 那这第二次找侠侣 难道是因为PK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不是为了任务 不是为了PK 我又干嘛去干个陌生人捆绑呢 而且奖铃那么丰厚 结吧 我们一起到三生石 等等 我还有准备一下 三天后 八点 准备什么 侠侣宴会 公正一下就好了 为了一个PK大赛 不至于这么隆重吧 我一笑奈何地宴会 怎么可以随便 每天裹的都一样吃 都今天不一样 兄弟们 好消息 好消息啊 我们脱光有望啊 喂 你们给我点反应行不行啊 脱光是什么东西啊 很稀奇吗 我每天洗澡不都脱光光吗 活了个寥寥 活该你单身哪 我是认真的 来 前一阵 结识一个妹子 小花宿舍呢 小花知道吗 有点印象 好像叫孟浩然对吧 孟浩然 我呸 孟浩然是写那个 长恨歌的那个 人家叫孟依然 撒撒撒撒撒撒 那当然啊 我这么帅 对我没有意思 简直是不符合常理 我现在呢 就等着那个妹子来勾搭我了 这不 今天就给我来消息了 说 小花儿电脑坏了 叫我们帮忙去修电脑 哎哎 怎么坏呢 好像是 那粉条坏了吧 无聊 一点基础难度都没有 活该你们一辈子光光 来 给你们支个招 咱们可以 杀进他们宿舍 然后修个电脑 吃个饭 再然后 好 我虽然是有兴趣 但人家会不会 最终之意不再救我 猴哥 做人呢要有自知之命 我们的目标 当然不是小花儿了 是小花儿身边的姐妹 至于青春小花儿嘛 就留给 我在游戏里结了侠侣 改天介绍你们认识 你在游戏里结了侠侣 所以我现在也有家事 帮别人的女生修电脑不合适 你们有兴趣 自己去吧 肖奈哥哥 你的侠侣 求认识 就是啊 老三 我特别想知道 到底是合谋妖孽 居然让你动了烦心 嗯 你就是拐骗了老三的妹子 会不会说话 别去 你就是被老三拐骗的妹子啊 嗯 你们是 他们是我的固定队伍 我扎他 猴子九 鱼公 哦 你好 大家好 九氧大名 哇哦 我们这都有三嫂啊 万宁光棍也有妹子啦 这一下夏福本再也不用受歧视了 光棍团什么的太恶心了 哎 这三嫂的案子有点眼熟呢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啊 三嫂似乎上过榜了 我想起来了 卢尾薇薇 不是那真水无香前侠侣吗 三嫂 你以前和真水无香是侠侣吗 我何奈何事 没错 你们三嫂她以前所做非人 大家不要歧视她 好了好了理解理解理解 那有句话说得好啊 谁这辈子没碰见过几个人渣呢 对吧 三嫂 你这忘了她吧 我们老三绝对比她好 来 我们下个副位 评想一个感情吧 走 走 这有 token 滅 Tiere 蛤 呀 夜 啊 三嫂水平不错嘛 很少有人能和我们配合这么好 过奖 我没有没夸你 你们小旅宴会什么时候 别忘了带我们玩啊 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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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天你们 没事 来得及 那天你有事情吗 我们可以给别的时间 不用 后天日子比较好 你也设宴